核心认知,化学一点都不难学 你好,我是恩特张伯然 欢迎来到我的小学化学课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帖子 说有一种危险的化学物质就在我们的身边 遍布全世界的河流和海洋 渗透在所有的日常食物里 我们却浑然不觉 这种东西叫一氧化二氢 它是酸雨的主要成分 能促进泥土流失,引发金属生锈 吸进肺里还会让人死掉 对它上瘾的人,离开它168小时就会死亡 甚至还会引发战争 天哪,这么危险的东西 是不是要赶紧把它禁止掉 别怕,这其实是个流传已久的笑话 你可能猜到了 所谓的一氧化二氢就是水 水是酸雨的主要成分 泥土流逝跟风吹雨打脱不开干系 有水的时候,金属生锈会快得多 水要吸进肺里,那没准就被呛死了 人活着就得喝水 七天不喝水基本就死定了 很多战争都是因为争夺水资源引发的 你看,这个笑话一点都没错 这个帖子骗到了很多人 就是因为他没有提到水 而是用了一个不常见的说法 一氧化二氢 当然,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水 水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地球表面70%都被水覆盖 一个人的身体里有55%都是水 也难怪,不管是古代的中国人 还是希腊人都觉得水是一种基本元素 现在我们知道水不是什么基本元素 它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 当然,氢和氧不是随便混在一起 而是要按照特定比例和特定方式 才能组成水 之前我们讲过 化学中如果一个东西只有一种物质组成 就叫纯净物 如果一种纯净物由一种元素组成 我们把它叫单质 像氧气里只有氧元素 氧气就是一种单质 而如果一种纯净物由多种元素组成 就叫做化合物 水就是一种化合物 那么我们是怎么发现 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化合物呢 在17世纪 一个叫波易尔的化学家发现 把铁蟹丢进酸里 会产生气体 大概一百多年后 另外一个化学家叫卡文迪徐 他开始研究这种气体 他发现这种气体是一种新物质 它能在空气中燃烧 燃烧的过程会产生水 好,让我们来重现一下这两个实验 这些实验视频来自著名的科学教育品牌 美丽科学 第一个实验 先在室管里装一点点吸盐酸 然后把铁丝放进去 你立刻就能看到铁丝上冒出了很多小气泡 第二个实验 点燃这种气体 要注意观察火焰的颜色 火焰是蓝色的 怎么知道这个反应有没有生成水呢 你肯定还记得蜡烛燃烧实验 把烧杯扣在蜡烛上面 烧杯上慢慢出现了很多小水滴 这些小水滴就是蜡烛燃烧生成的水蒸气 预冷凝结形成的 当然,现在这两个实验省略了中间的连接环节 当年卡文迪许在做实验的时候 他要先把第一个实验里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 才拿到第二个实验点燃 怎么收集气体呢 之前我们讲过收集氧气的办法 这次也是一样 把集气瓶灌满水 倒放在水槽里 把玻璃管通进去就可以了 实验做到这一步 其实卡文迪许已经发现了一种新气体 而且它也证明了 水是这种新气体燃烧后得到的化合物 但很可惜 卡文迪许还认为燃烧是空气吸收了燃素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 这个气体是一个新物质 反而觉得呢 这就是燃素 又过了两年 化学家拉瓦西 也就是推翻燃素学说的那个人 把卡文迪许的实验又做了一遍 因为拉瓦西对燃烧的理解是正确的 所以他对这个实验给出了正确的解释 这是一种新的气体 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 形成了水 拉瓦西给这个新气体命名为氢气 构成氢气的元素就是氢元素 它的元素符号是H 你看观察很重要 理论呢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 即便观察到了现象 也给不出正确的解释 现在我们知道了 氢和氧发生反应能得到水 那水的成分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其实并没有 还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 虽然氢和氧反应得到了水 但是氢和氧真的都浸到水里了吗 有没有可能只有氢变成了水 而氧只是催化剂呢 第二 要多少氢和氧反应才能生成水 或者说 一个水分子力的氢和氧是几比几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逆向思维 假如氢氧反应能得到水 那能不能反过来 把水重新变回氢气和氧气呢 把一个化学反应的方向逆转 很多时候都非常困难 但是谢天谢地 我们呢 有一个秘密武器 正好能把这个反应逆转回去 这个秘密武器就是电 让我们看一下水的电解 这个实验装置看起来有点复杂 不过我们可以忽略右边那一半 那是用来产生电的 左边有个玻璃容器 里面装满了水 还有两个金属电极 分别用红色和黑色的塑料夹做了标记 注意 这两个电极分别摆放在了两个有刻度的玻璃管下面 我们打开电源通上电 电极的表面出现了好多气泡 注意观察 左边电极上的气泡好像更多 更大 很快 这些气泡就往上冒出水面 在管子里逐渐堆积起来 现在我们就能确认了 的确是左边气体多 右边的气体少 把电源关掉再测量一下 你会发现 左边的气体正好是右边的两倍 怎么知道这些气体是什么呢 两个玻璃管的顶端都有个小开关 我们把它拧开 就能让里面的气体冒出来 如果把右边的开关打开 把带火星的木条伸过去 木条就燃烧起来了 还记得吗 这正是氧气的特点 至于左边 我们打开开关 再伸个火源过去 可以把它点着 产生蓝色的火焰 假如扣一个烧杯在上面 还能在烧杯上看到 凝结出来的小水珠 这个呢 就是氢气的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把水拆开 得到的是两份氢气和一份氧气 所以水里面氢和氧的原子比例 就是二比一 严格来说 我们还不能确定 水到底是一氧化二氢 二氧化四氢 还是三氧化六氢 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更复杂的实验 好在化学家已经替我们做过实验了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 每个水分子里有两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 我们把水叫一氧化二氢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个名字太长了 化学家会用一种 简单的多的写法 表示一氧化二氢 这个写法叫做分子氏 首先写下氢的元素符号 H 在右下角标出它的数量 R 再写下氧的元素符号 O 按理说 我们也要在右下角写一个E 但反正只有一个 省略这一步 H2O 这是水的分子氏 是不是很简单 现在你知道水就是一氧化二氢了 这节课开头说的那么多的罪状 也确实和水脱不开干系 除了这些罪状之外 水还会造成污染 你可能会问 污染难道不该怪污染物吗 其实水的性质在污染里 确实起到了作用 下节课 我们就来讲一讲 污染和水有什么关系 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知道水有哪些用途吗 欢迎你把答案写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视频最后 我给你留了一张知识卡片 你可以截图保存下来 小学化学 我们下次再见 世界etically 替我 哦 我在 hus 我 小学习 我 把 着